我發覺你們法援署內部有個指標 一個律師樓應該不超過40個個案的一年 但現在你發覺有19個律師樓是超標的 由第一為174個個案 我想局方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 我們有個指標的 我們是希望每一個律師 即是我們委派的律師 在每一年接的案件是不超過45種 不過當他如果是超過45種 有一個首長級的同時批准 要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很多事來說大部份這個可能都會是 那個申請人去自己選擇這個律師 同時這個律師可能是已經做到另外一個 即是和這個官司有關的案件 我們看到有一個律師在過去這12個月 他是接到有174宗的官司 即是的assignment 我們叫做客 他們所爭論的重點 他們所爭論的重點 在法律上的重點是一樣的 而且那個是不需要進行這個訴訟的 亦是跟交通意外 或者是這個疏忽賠償 勞工賠償無關的案件 如果選擇出來來說 這排第一位的律師 如果是接那些不同的 類似我們叫做訴訟 其實是39宗 那些疏忍 不是很尖忍 所以說 感谢观看